好同学们下面我们来看第一次小问 其实前面的题目如果你认真听认真的动手做了 那么第一次小问的答案其实已经出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恰好被一个人叫过的花最多是多少 相信眼间的同学马上发现这个其实就是第一问的答案 那为什么第一问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呢 这时候我们来想同样的三四五七三四五十和七十加在一起 一共是一百九十盆 我当然希望所有的花都是被浇一次 那就是一百盆被浇一次 但是啊不行啊 因为你还剩下九十盆呢 那怎么办呢 当然了这九十盆你再浇的时候一定会被破坏其他的 所以这一盆花而言一共是一百盆 对于一盆花而言已经被浇一次了 再多浇一次就破坏掉了 所以我怎么办 但是我的九十还必须要浇 那当然我希望能够破坏的花尽量的越少越好 那就摁着一盆花使劲破坏呗 但是这一盆花顶多顶多再被浇三次吧 所以你的九十除以3顶多再有三十盆是被浇了四次的 所以有三十盆被浇了四次 剩下的七十盆是被浇一次的 那么最后得到的被一个人浇过的花最多 那就是七十而最少是七十而最少是多少呢 其实在刚刚那问当中就已经告诉你了 因为在上一问里边95盆被浇了两次 还剩五盆是一次都没被浇过的 所以那种情况之下没有被浇一次的 所以被浇一次最少那就是零盆 在这道题里面我们能得到被一个人浇过的花最多是七十而最少就是零盆了 这一问四者的容器当中我们学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那就是线断图经常用于多者这种容器的关系了 而且你会发现此时的答案基本上都会问最值 因为条件太少 所以他问具体的数量是不确定的 只能问极端的情况了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来看例期了 例期是一道容器原理在起合当中的应用 尤其是求曲线型的面积 其中容器原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那在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已知三角形ABC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角C是直角 AC等于四厘米 BC等于两厘米 以AC为直径做了一个半圆 以BC为直径做了一个半圆 问一部分的面积是多少 好吧 在这里面我们来想 这种很奇怪的形状我们要如何来做呢 当然那得看基本的图形的组成是什么 会发现组成的那就是大半圆 还有小半圆 当然还有三角形ABC 最最基本的图形就是这三个 而且这三个的面积根据体力所给的条件可都是能够求得出来的 所以下面的想法就是 我怎样通过这种重叠与覆盖的关系来求出阴影呢 那同学们想 阴影当中有一块是它 而这个属于谁呢 会发现它只属于大半圆 不属于三角形 也不属于小半圆 所以在你所算的式子当中 一定会有一个大半圆加上去 而像这种部分 它只属于小半圆 同样也不属于大半圆 也不属于三角形 所以小半圆也会加上去 但是当你把大半圆和小半圆都加上去的时候 会发现问题来了 因为有一些地方被你重复算了 我们来看看 这几块当中我们标一下它的层数 这一块只在大半圆当中 所以它是一层的 而这一块当中 是既是大半圆又是小半圆 所以当你覆盖一个大半圆 再覆盖一个小半圆的过程当中 这部分应该是两层的 而中间这部分只属于大半圆的是一层的 同样的道理 小半圆这里 它是一层的 它是一层的 那么这部分是两层被覆盖的 所以大半圆盖上去 小半圆盖上来 此时中间的这个部分 是被重叠算了两次 而我要什么呢 我只要这个阴影 这个阴影 这个阴影的一次 所以我需要把这个重叠的部分给去掉 而同时像这个位置 我是不需要的 要去掉 像这个位置 我也不需要 要去掉 好吧 这时候马上发现了 去掉的是谁呢 去掉的就是三角形 ABC 所以这道题目当中 我们从最基础的图形观察来发现 两个半圆一覆盖 减掉三角形 就是你要求的阴影部分 同学们不妨拿几张纸去盖一盖 看看每一个部分 盖一个大半圆 盖一个小半圆 把三角形的部分拿掉 剩下的就是阴影部分了 好 我们来看看详细的解题过程了 从图中可以看出 阴影部分是两个半圆的面积盒 与直角三角形的面积之差 所以阴影部分的面积 也就可以算得出来了 这道题目当中 我们要来说的 那就是几何当中的容赤原理 在几何里面 我们也有很多的办法 除了常用的胳膊 平移旋转等等等等 那么容赤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尤其在曲线型当中 那种看起来很奇怪的图形 基本上都是通过容赤来得到的 好 同学们今天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全部都结束了 在今天我们主要来学习的 就是容赤原理 而其中避讳的工具 包括伟恩图 二者的伟恩图 三者的伟恩图 如何对号入座的 去找到每一个部分 当然多者的那就是线段图 同时一些别的方法来辅助它 比如说方程和高次记号 那除了避讳工具之外 容赤原理还在数论和几何当中 会有重要的应用 而它是一个方法 其实是不限类别的 而今天我们的重点例题 是例二 例三 例五和例六 好了同学们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加加老师也要跟同学们再见了 好 好 好